郑惠慈今日缴出个人新高24分15篮板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林岳府台北报道 HBL女子组永仁高中本届新人后大任门 郑惠慈今日缴出个人 HBL新高24分外带15篮板 率队以75比70击败 昨日提前晋级的浦门中学 永仁也连两届进军四强 173公分郑惠慈是去年U16台湾女篮国手 而他过去在永仁国中就是当家主力 如今升上高中后依然是球队不动先发 这回面对新人后主要敌人陈芷英 他拿出生涯最佳表现 数据胜过陈芷英的十分 四篮板更帮助球队进军小巨蛋 永仁教练是超姐表示 球队高度确实高于浦门 赛前就有要求郑惠慈在防守 篮板要多用点心 对他此仗表现十分满意 永仁确定晋级四强后 本届女子组确定有互将浦门 永仁抢先晋级 最后一张门票将由南山高中 淡水商工及苗栗高商争取 郑惠慈率队以七十五比七十击败昨日提前晋级的浦门中学 记者林郑昆社 两大新人后大热门 永仁郑惠慈与浦门成芷英 记者林郑昆社 浦门罗培怡 记者林郑昆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